日本的预期可能是要再高一点点 也是Takehito Burra 我接下来呢还有三位的选手要登场 接下来是再度是来自日本的选手吴梁从仁 世界排名第八 今年24岁 身高170公分 是来自千叶县的选手 那他的爸爸其实之前也是花式滑冰选手 在国际赛事有参加单人跟双人的赛事 那妈妈也是选手 所以也是来自花花的世家 他选用的表演张力非常好的一个音乐 俄罗斯的名曲黑眼睛 四周Tolpo 但是落冰的时候应该稍稍有点两脚大冰的嫌疑 那我们来看看动作的回晃 很漂亮的一个三周半高度相当好 这一组是换腿的奥西叶的组合转 接下来应该是组他的步标页 一组合转 半腿的组合 好 Triple Lids Triple Toe 做得相当完美 好 随着音乐高潮 开始做他的耳朵表演 一点串的难度 看他用力非常快速的 转换位置 随着身体的摆动配合着音乐 非要东转 好 结束了他的短曲 日本的选手无良从仁 结束了在短曲的表现 算是也蛮稳定的一位选手 是的 他在比资赛最好的成绩 是在2014年的四大洲锦标赛 拿下过冠军 另外在大涨赛的加拿大战也拿下过冠军 那么在这个像是花式滑冰的这个积分计算 其实就是一整年的计算 像现在已经是10月底 就是从去年的10月算到今年的10月 像在这战比过之后呢 如果选手去年有参加 可能就会扣掉去年的分数 加上今年的分数 来算这个世界排名 对 没错 我们刚刚看到的回放里面 他这个动作被荡到三圈了 因为是双脚大兵 好 这差这样 还好他的自由足没有挂到兵面 否则也会被判 好 双脚大兵 所以目前看到其实他的技术分并不是太高 33.70 是 因为他那个四周被荡下来了 所以他的分数就很可惜 那其他后面的完成度都还好 那其实也不是说那么难度很高的一个 那还是要完整的 所以他的基本三周的分数都还在那一面 那其实这个赛季也才刚刚开始 很多选手可能也还在借由一些比赛来 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所以可能有时候观众如果突然转过来看到 然后说这位选手 感觉应该是要有更好的成绩 怎么会是技术分只有32.80 是 是 有时候就是有一些就是自己的考量 要去再慢慢熟悉可能整个编舞 或是新赛季的开始 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那其实也就剩下三位选手 这位选手都已经比完之后 看他的成绩有没有办法再来冲击前几名的选手呢 技术分32.80 艺术分38.86 总分来到71.66 试试这个排名